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 第二次创业是从18年的8月到18年的12月4个月的时间 在我们学校周边开了一个补习机构 这次创业跟上次创业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次也蛮成功的 是因为我抓住了学生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发现这个 我们学校在规则上面有一些纰漏 因为学校的这个漏洞呢 使学校损失了很多钱 所以这个学校就是在给我施压嘛 那个什么样的漏洞呢 具体讲一下 国外的学生大概是中国学生的十倍还多 那么这一部分 国外的新生入学的时候呢 大概是在六月份到七月份 他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校园的参观 然后包括选课 这部分他们就做完了 但是中国学生呢 一般都是在七月底或者八月初 他们在这段时间才会进入到这个学校 然后在八月中学的时候 他们才能开始选课 就是您进去挑 就已经都是被挑完的 所以他挂科要多学一遍 要多交学费 对 那么赚了钱不就继续做下去呗 这个补习班后来没再做 也不是没再做吧 就是有很多因素 这两次创业的经历 对于我的成长来说 是有很大的注意的 当我做事情的时候 不能只图着好做容易达成 要想想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真正就是人生的第一桶金 是第一次创业 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是有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 然后第二次创业没有很多 就是一百万人民币 然后买啥了 好 是这样 第一次创业之后呢 因为手里资金也比较多 然后在美国就是买了一套房子 买多大的房子呀 占地是0.5英亩 然后是450多平 对 他是这么跟我们工作人员说的 他说他那个房子 从卧室走到厨房要40秒 那个买了大房子也买了车吧 车是有的 买什么车呀 车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野马 也有算豪车 又带名表 应该有很多女生追 这个有吧 但应该不是很多 你谈过几段 有两段 就顺利吧 反正最后是没有成功 但是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我在想 你这么忙 天天创业 你肯定没有多少时间花在感情上 我的第一段感情 是我大一开始去的 是14年 那么14年这段感情呢 就是持续了两年的时间 何必分手 我是被甩的 对 我是被甩的 你是被甩 第二段呢 然后第二段呢 就是在我创业以后了 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忙 然后而且他比我也小很多 然后就没有时间去照顾的 特别周到吧 然后他就可能觉得比较委屈 然后也离开了 对 也和平分手 算是吧 算是吧 所以你是事业为重的一个男人 是吧 你寻愿牺牲爱情 我不想牺牲爱情 但就是我希望就是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包容我一点的吧 但你当时还是做了抉择吗 如果只能二选一的时候 你是毫不犹豫地选了事业 如果只能二选一 那我就先选事业 事业是后再 我觉得浩原 你问这个问题没有道理啊 你不能把你自己经历 问到别人身上 你自己选了事业 我也是这样 我觉得所有人都这样 我们问这个经历 就是看他的价值观嘛 他在两者之间 他更权衡于谁嘛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对 他那个两次创业成功绝非偶然 他很会去抓空子 而且在整个表述的过程当中 语气都相对平稳 虽然有点羞涩 但是胸有成竹那种感觉 对 你为什么不再选择创业呢 其实回来是想 就多了解一下国内的市场 那就说你还有可能创业 有可能吧 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 你面试的是市场运营总监助理 对 想去具体去哪一家 我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我需要就是有半年的时间 是在国外任职的至少 就是我需要一个 就是每年有半年的时间 在国外任职的 你是因为绿卡的 绿卡关系区 对 我是有绿卡 那这个就有点难办了